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中国之大要说气候最好的省份 非云南莫属 冬暖夏凉 这两年西双板纳景洪市也开始火起来了 随着海南丰岛以及购房的限制 西双板纳抢了不少塞亚的风头 成了国内冬天最火爆的旅游目的地 其实要论气候 采云之南当然不只是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今天我就想推荐一个城市 它的环境气候,民族风情不比景空差 冬天暖和,夏天又没那么热 气候应该说是中国最好 但是始终这个城市是不温不火 这就是云南德宏州的首府芒市 芒市历史悠久 芒市古代市是丞相国颠阅地 后改制为芒市 公元前四世纪 芒市就有成都通往古印度的叫 蜀园独道的重要驿站 这个蜀园独道啊 是我们古代的从四川成都 经云南的大理宝山德宏 进入缅甸 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 被称为啊 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 蜀园独道呢 从四川骑士进行云南的昭通 曲径大理 再从宝山出境进入缅甸 泰国到达印度 再从印度翻山越海 抵达中亚 然后呢 直到低中海的沿岸 在这条古商道上啊 中国商人通过党国 就是今天缅甸 或者是原独就是印度啊 商人呢 和大厦的商人进行货物交易 用丝绸或者穷竹杖 换回呢 金贝玉石琥珀 流离着制品 在秦海时期呢 这个芒士啊 还是南方丝绸之路 云南段的终端啊 在元朝13年啊 就是公元1276年呢 朝廷呢 以今天芒士为治所啊 指芒士路 设行政机关 芒士路军民总管府 二战期间啊 芒士是滇满公路 云南段的终点 是中缅交通的重要枢纽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那这条公路啊 在历史上承载了 大量的军事和民运物资 是中国抗日战争的 重要生命线 那芒士呢 这座位于中国云南省 南部的边境城市啊 它拥有独特的气候 养老条件 民族风情 以及丰富的自然生物 还有水果资源 下面呢 我们就从多个方面 比较一下芒士和三亚 以及详细介绍一下 芒士的独特的魅力 我们先看一下 气候啊 和养老条件 看起 芒士呢 它地处在亚热带地区 位于北回归线上 虽然地处热带地区啊 但是由于的海拔高 气候凉爽 夏天时候呢 甚至不需要使用空调 平均气温呢 在19到22度之间 那和塞亚相比啊 芒士的气候更为宜人 四季如春 可以没有炎热的夏季 和严寒的冬季 避免了过大的温差 对身体的冲击 此外啊 芒士的空气质量 优良 几乎没有雾霾 这对于老年人来说呢 是尤为重要 和景洪一样啊 在民族风情方面 芒士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 现在就居住着 歹族 汉族 景坡族 德昂族 阿昌族 利宿族等多种民族 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 和塞亚的这个海洋文化不同啊 芒士更多的体现了 内陆城市的特色 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独特的 少数民族服饰 舞蹈 音乐 美食 而塞亚呢 则是以海洋文化 和海滨度假为主题 所以这两者在文化氛围上 是有着显著差异的 刚才我们介绍过芒士呢 它位于北回归线上 那独特的地理位置啊 它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 造就了芒士的环境多样 包括了热带雨林 山林 丘陵地带 这个市的芒士的生物多样性啊 非常丰富 在芒士啊 你可以看到各种珍稀的动植物 全市啊 高等植物有257颗2564种 那属国家级重点保护的植物呢 有39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4种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呢 有17种 野生动物啊 也有258颗啊 1643种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 有什么云豹 蜂猴啊 白掌 长壁猿和绿孔雀啊 等等这50多种 同时呢 芒士啊 也是水果天堂 因为气候适宜啊 而且土壤肥沃 芒士的水果种类繁多 芒果 龙眼 荔枝 菠萝 热带水果之外呢 还有柚子 樱桃 这些温带水果 这里的水果啊 不仅品种丰富 而且质量上升 鲜美可口 很多还都是当街种植 作为绿花树 说起吃的呢 就不能不说一下 遮放 供米 这个供米啊 是以米日大日长 色泽晶莹如意 蛋白含量高 米饭呢 是香软可口 煮粥呢 它是黏而不腻 营养价值高 因为这些特质呢 被评为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呃 芒士啊 近些年的咖啡种植啊 也出现成效 芒士是云南省 咖啡种植 最早的区域之一 1988年啊 芒士就开始了 在织放农场 规模化种植咖啡 2019年的产量达到了3.5万吨 哎 威力全国第一 目前啊 全市种植面积是3.62万 那优良的咖啡豆品质呢 深受星巴克 麦斯威尔 雀巢啊 等国际知名咖啡品牌公司的喜爱 你恐怕想不到的是呢 小小的芒士街头啊 就有40多家各种特色的咖啡馆 可以说是街头呢 咖啡飘香 别有韵味 那在主要景点方面啊 芒士呢 有许多值得游的地方 那你像雷音寺 大银塔啊 这个松立峡谷等 那这些景点呢 各有特色啊 无论是宗教文化 自然风光 还是历史古迹 哎 都是能让你呢 流连往返 在交通医疗方面 芒士呢 也有完善的设施和优质的服务 啊 城市里边呢 有公共汽车 出租车啊 这些交通工具 还有高速公路 连接昆明和瑞丽 这些周边城市 那在医疗方面啊 芒士有多家大型医院 和社区医院 能够提供各种医疗服务 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服务 像康复训练 慢性病治疗 都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提供服务 总的来说啊 芒士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 它气候宜然的适合养老 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自然环境的多样 生物多样性丰富 水果品种啊 也很丰富 质量上升 是吧 交通医疗设施完善 服务质量优良 因此啊 我们鼓励大家啊 到芒士去看看 看看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无论是你为了感受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还是为了享受这个宁静舒适的养老生活 芒士啊 都将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好的 关于云南省啊 这么一个不温不火的小城市的介绍 可以大家介绍到这儿 您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从评论区留言啊 我们讲的如果数据各方面有错误的地方呢 欢迎您拍转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